每天在城市半空醒来是什么感觉 2009年梁朝伟曾经用八点档广告片 但我们领域了世贸冰疆天鹅湖生活 纽约超级豪宅432号也打出了类似的招牌 声称能够给住户在纽约最高生活品质 但是有趣的是发生了 432号公园大道和不按常理出牌的纽约客 居然打上了官司 原因就是因为它太高了 更让人惊讶的是 它的设计灵感居然来自于一个垃圾桶 原来天家豪宅那离不开黄金地段 它是位于美国富豪聚集地57街 这条外号叫做亿万富翁街的大道 号称随便拉一人都可能是千万富豪 再来说说服务 在爱一楼大堂 礼宾24小时为主待命 不要已请了一个黑卡面书在家里 那么这栋豪宅的买主分别有哪些呢 第一位是来自于阿联酋房产大佬中东人士 为人非常低调 身价上亿美元 第二位是赌王儿子何友荣 花了将近5亿 买下了83楼全层 第三位来自于神秘北京买家 这位神秘人非常有趣 花了6亿买下了92、93离海科楼层 并且全城茂密 这位北京富豪究竟是什么人 让人不轻瞎想连篇 尽管全球经济每年都在喊刹车 但是身价超过300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人数 却在加速增长 对于真正有钱人来说 财富未必是钞票可能是一幅画 也可能是一层楼 而在美国房产泡沫困理当中 一名不倒的曼哈顿是投资首选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世界好债